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华尔街焦点 我是蒋洋洋 你有听说过996吗 最近有人在知名的代码托管平台GitHub上 发起了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 以此抵制互联网公司的996工作制和不良加班风气 立即得到了大批程序员的响应 意思是以996的方式工作 在ICU重症监护室里病倒 那什么又是996呢 996被解释为越来越受欢迎的非官方工作时间表 也就是上午9点到晚上9点 每周工作6天 服务于鼓励996的公司 通常意味着每周至少工作60个小时 目前在GitHub上新标数已经超过了16.5万次 在GitHub网页的按照热度排名的搜索 页面上占据第一的位置 用户还在介绍后面加上了一句 程序开发者的命也是命 模仿美国对抗种族不平等运动的黑人的命也是命 发席者希望有人不断参与进来 更新中国实行996制度公司的黑名单 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除此之外还衍生出了其他的社群 例如955到WLB 里面有一份不断更新的白名单 上面是遵守955 也就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 一共工作5天的制度公司 并且还有996到LAW主要收集仲裁民事诉讼的信息 并且还有996到TSC是一个创意的板块 允许上传关于996到ICU的周边文化设计 比如说壁纸 头像 海报 还有文化身 用来使这项活动传播出去 我们先来看看行业的黑名单 排在前面是京东 友赞 阿里 字节跳动 华为 苏宁都是大场 知乎某网友说 有的部门的确996搞得人心涣散 阿里现在的确挺拼命的 在很多方面寻求突破 迫于竞争的压力 那些新部门都是996 例如我之前的一个部门迫于市场份额的压力 搞996 说实话 当时我很反感 产品都没有方向感 没有人搞过 所以摸索 但是大家都比较迷茫 上头觉得没有功劳也要有苦劳吧 所以干脆996 但目前据网友的爆料 GitHub项目996到ICU页面 已经被国产浏览器自发的屏蔽了 包含UC浏览器等多个知名公司旗下的浏览器应用 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 996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在最近裁员风生 此起彼伏的背景下 996工作制成为一些员工 一些企业逼退员工 或是变相增加KPI的手段 再次引发了大众的关注 这一些996的员工 进公司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 走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了 这是他们生活中的常态 他们中有的为了不被裁掉 发烧了也不敢请假 只靠硬扛 有的人每天凌晨1点钟才下班 为了就是和心仪的女生培养感情 只能牺牲一些睡眠的时间 也有人心态积极 即便每周比之前多工作30个小时 工资降了40% 但他们认为在创业的这条路上 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 那我们来看几个真实的案例 首先是今日头条的员工小张 他说进公司一年多以来 从来就没有按时下过班 平均下班的时间大约是晚上的9点 休息的那个周末有时也要加班 周末加班有加班费 平时晚上加班并没有 他最近最晚的一次下班是凌晨的两三点 因为客户需要一些素材 他们帮忙准备物料 原计划的流程进展的不顺利 加班也主要是工作量太大 仅靠正常上班的时间根本就做不完 新手熟悉工作需要时间 等效率高了 派下来的工作也会增多 所以并不是效率不高导致加班 就算你高效率的做完了只派的工作 领导马上就再甩几个小时的工作给你 最惨的一次经历是他休了年假出去旅行 路上一直各种工作信息打扰 完全没有心情享受美景 心里很窝火 但是也不能发脾气 全程不间断处理不同的需求 整一个年假就跟一直在工作 没有什么两样 他说他本来是很享受生活的一个人 但现在慢慢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 同事们相互之间也会抱怨 但是大家心里默认 这是互联网公司的常态 只是这样的节奏久了 身体就会不舒服 肩膀酸痛 还会有一些新陈代谢的问题 加班强度大 没有时间运动 生活和工作也无法平衡 但他强调 现在大环境也不好 只能先待下去 还有来自某创业公司的运营李先生 年薪10万 他说996这个说法 对于他而言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他是一年365天 每天24小时 几乎全部都在公司 换句话说 他就住在公司 老板很大方 给了他这个应届毕业生 解决了住宿 住宿条件很简单 在会议室里面加了一个床位 所以这一白天是会议室 晚上就是他的宿舍 本来他以为很划算 少花了一两千块钱 解决住宿问题 结果发现自己太天真了 老板早就洞察了一切 这对他而言是比划算的买卖 由于住在公司 不仅成了兼职的保安 还要负责打扫卫生 更重要的是 工作时间变成了24小时 有好几次晚上8点多 在外面和朋友吃饭 老板一个电话就得扔下筷子 马上跑回公司 帮老板做PPT 还有某知名大厂IT男陈兴 他的年薪是20万 他说公司是出了名的要加班 他现在做的新项目落地 拓展业务阶段 KPI非常重 领导不会给你规划几点下班 但是要完成当天的任务 就到了好晚 现在的常态就是 每天早上9点去公司 晚上回家都快12点了 一周上班7天 完全都没有周末的概念 偶尔也会通宵 最辛苦的一次是 从前1点早上9点 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晚上6点 回去睡了一觉 第三天继续去工作了 他是90后还年轻 觉得自己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他说不仅他是如此 大家都清楚 这一种企业文化能去他们公司的 就是能接受这一种工作强度的 而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 他已经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大概一周才会和父母视频一次 就更别提找女朋友了 而关于互联网公司 我们来谈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是如何演变为996这种文化的 在90年代末的互联网公司 大家都主动加班 每一天6点下班 保安就会进来赶人 你想主动加班都不行 但那个时候还是会找借口加班 找上司经理说有事情没做完 请经理签一张加班单 才能让保安宽限一下 晚上8点半吧 还是会被赶走 那个时候 程序员喜欢主动加班 主要是因为很多单身的程序员 在公司可以蹭网 回家实在是没事干 那个时候拨号上网也实在是太贵 当然公司蹭网多了 慢慢就会习惯拖拉 反正觉得不着急回家 很多工作拖拖拉拉 到下班之后再开始做 下班之后做的好处 是产品人员 业务人员都走了 相对的安静 也不会开会了 可以安心的写一点代码 不想上班的时候 那么疲于应付 此外大城市还有一个考虑就是 晚高峰堵车也实在难受 与其路上煎熬两个小时 不如就晚点回家 至少路上可以少一点痛苦 如果现在的年轻人 不是很理解路上煎熬 先不说挤车的痛苦 试着不带手机出门一天 而这就是上个世纪末 到本世纪初 程序员喜欢主动加班的主要原因 之后不久 第一轮互联网泡沫的时候 互联网的神话 开始给很多年轻人打鸡血 必须承认当年互联网 并不是很多优秀年轻人的第一选择 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比较弱小 但仍然有一些人 被互联网的前景所感染 义无反顾的杀入这个行业 在各个创业公司里面 为梦想奋斗 说实话 早期进入互联网的年轻人 很多都还是非常有梦想的 特别是一些 原本可以去外企的优秀年轻人 在当时的社会传统观念里 去投身互联网 确实是一件很疯狂 和不可理喻的事情 而这也是第二个阶段 为梦想加班义无反顾 在那个年代 也没有企业敢把996 当作招聘的条件 但当时硅谷风开始兴起了 不计考勤的风气很流行 第三个阶段 就是不拼会死的阶段 互联网的发展 越来越从梦想走向现实 程序员现成水平越来越高 但伴随而来的业内竞争 也越来越残酷 而此时必须要说 程序员的人群也越来越庞大了 不论优秀的程序员 还是平庸的程序员 都面临不同竞争和挑战 优秀的程序员 希望能在大公司上升一个台阶 而平庸的程序员 希望保住自己在创业公司的饭碗 但同时 对于创业公司的老板来说 他们更希望保住整个公司的饭碗 一些创业者就开始提倡996 从一些小手段的尝试开始 比如说晚上8点开会 比如说不加班的员工被辞退 逐渐就形成了他们认为合理的制度 就是加班是生存的基石 再到了现在 互联网最不缺的就是肯加班的程序员 过饱和的竞争情况 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年 从一个风口到另一个风口 程序员们辗转挣扎 都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东西其实最终是要破的 如果严禁企业996 大部分平庸的程序员将变得毫无价值 你说那些工作做不完怎么办 不用担心 那些提供职位的企业都会消失掉 那些抢不到一线人才 只能试图靠拼体力 来跟巨头互联网公司 抢饭碗吃的企业 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了 这才是真正的逻辑 而那些知名企业 敢强推996的底气就在于 你不爱来没关系后面有的是人来排队 反观日本 4月1日起日本开始实施 关于限制加班的工作制度改革方案 这个方案对加班时间上限 做出了明确的限制 加班时间一个月不得超过45个小时 一年之内不得超过360小时 即使是在企业繁忙期等特殊的情况下 日本大型企业一年之内 最长加班时间不能超过720小时 超过该限制企业将会受到处罚 那么你现在是996工作制吗 你能接受996吗 不论你是身在中国 还是跟我一样身在美国 或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你对996感同身受 请给我们在节目下留言 或者在推特上跟我一起讨论 感谢您收看 华尔街焦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